來瞭解一下 台灣的地位 下面這裡的內容主要是比較屬於 歷史性的一些資料 大家來連結一下 就是要見往直來 要了解一下我們的祖先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真的都是長山過台灣 這是有很大的問題 劉求凡的模式 我們先看這個陳水扁的 在我任內我曾多次接受AIT主席指示行事 即使這個指示影響到總統決策 我都要壽命照辦 AIT比中華民國的總統還大 有看出來 那你還說你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媒體經常都這樣播 然後大家出來都是什麼 中華民國那些有頭有臉的人 都這樣打 媒體就跟著喊 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沒有錯 我們有自己的軍隊 我們還要選自己的總統 那你那時候你跟我們受AIT指示 講那話 對不對 你待會不可以跟AIT搶聲一下 謝謝 大家要了解 台灣的地位 你在研究這些東西 研究完了 大概就知道台灣的真實地位 第一個馬關條約 正式割讓台灣給日本 第二個實施民治憲法 剛才說的 1945年4月1號 實施民治憲法 從此以後 台灣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好像說 你被你媽媽生下來了 你的父母親是誰 就決定了 你為什麼不高興 怎麼不是郭台銘 怎麼不是王永慶重來一次 沒有啊 我爸媽怎麼是個乞丐 是個什麼缺炎的 什麼獨角的 怎麼樣的 住破爛房子 也沒辦法 已經是決定了 哪怕你真的有中國血緣 那也是以前的事情 今天想說 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 比那些英國人更早到美洲大陸 印第安人今天也是被美國人 印第安人怎麼可以去插 沒有啊 對不對 同樣的澳洲也有很多土著啊 也都變澳洲 澳大利亞的國的人啊 應該可以去插 也沒在插 我們原住民 我們的高砂族 也都變日本人啊 都不用再插 為什麼不用再插 沒辦法啊 不然在印第安人那麼厲害 你在英國人還沒來之前 你就獨立建國嘛 是沒有嘛 同樣的台灣人 你在中國人 日本人來之前 四百年來外族統治的時候 你還要獨立建國 你就台灣國了嘛 我們就是沒有嘛 你措施那個機會 就不要再插了嘛 對不對 已經拔手扣掉了 對不對 已經過往了 無法改變的事實 都要接受了 那是日本人 台灣人也不承認 外國人 外國人 外國人說不聽 外國人說不聽 現在外國人 小日本 發起二次大戰 南京大屠殺 其實都學會說 你背 你念的那些東西 外面那些人講的那些東西 那都是中華民國加的 對不對 你要把假的當真的用 舊金山合約 日華台北合約 中華民國來 跟日本簽個日華台北合約 要這樣 美國跟中共建交簽一個台灣關係 這個看清楚 研究完你就知道 台灣地位 真正地位是什麼 日暑美戰 中華民國是什麼 流亡政府 台灣治理當局 都在這裡可以找到答案 看開羅宣言是沒有效的 開羅宣言 不管他有沒有法律的功效 其實都是對台灣都沒有用 因為開羅宣言他在說什麼 中日本竊取中國的領土都要還 其中包含竊取台灣澎湖 台灣澎湖又不是日本跟中國竊取的 那是高人 那是明倫記載的 那有法律回答案 那不是竊取的 你為什麼開羅宣言要執行 要執行好 又不是竊取的怎麼執行 對不對 如果台灣島是日本竊取的 現在要行就要行 你要照開羅宣言去走就要行 你照開羅宣言就沒有了 就不是這樣了 雖然竊取都不是了 你要給他看清楚 中華民國都亂加 然後兩岸中國人都亂騙 看一下這個 舊金山合約 其實最重要的是舊金山和平條約 你看 舊金山和平條約 是可以約束美國所有政府機關 包含行政立法 所以我們利用舊金山合約 去控告 控告美國 還我台灣人的人權 美國憲法跟他所制定的美國聯邦合約 等等法律 以及美國已經締結 即將要締結一切條約 都是全美國最高法律 就是說美國人都要把這個 徹底執行 但是他搞模糊政策 放在大人上去吞打 我們沒有台灣人 我們沒有台灣民政務在這裡 在我們這裡講這些法理論述 我告訴你們 台灣人不知道還要艱苦多久 來 看一下蔣金國 我們都說外面的資料 雖然講得很真很實 但是總要聽聽本人的講法 就平衡報導對不對 不可以偏欄一方 平衡報導 我們看蔣金國怎樣 1949年 38年蔣金國日記 武記載 蔣介石對他說 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灣 使太平洋海島防線發生缺口 極膜由我交還美國管理 美國管理 你不是說你關乎台灣 你不是說回歸祖國懷抱 為什麼還要給人家管理 蔣金國你也知道 台灣不是你的 對不對 再來1949年 隔兩天 蔣金國的記載 那時候 那時候可能局勢很亂 因為開始在大撤退 對不對 民國38年 父親接獲我 駐東軍代表來電報告 蒙軍總部 那是蒙軍總部 那是在東軍 那時候麥克阿瑟在裡面 日本有被佔領過 被佔領六年 你以為日本都沒有被人家佔領 有了 麥克阿瑟在裡面 有了 有將我移交盟國或聯合國佔管之旅 這都自己 這都自己 自己去找 自己去憲 你自己就這樣說 那還說什麼 還有什麼好講的 還有什麼好華語的 蔣介石 來 蔣介石 1949年3月辭職 這大家知道嗎 3月辭職 12月里中人落跑了 去美國了 有沒有來台灣 沒有 那請問一下 那中華民國有沒有來台灣 那講真的 中華民國有沒有來台灣 我跟你講 中華民國沒有來台灣 因為中華民國的現任總統去美國了 那蔣介石 蔣介石在當中就不是總統 所以中華民國根本就沒有流洋到台灣 他這一跑掉之後 蔣忠仁現任總統一跑掉之後 中華民國正式亡國 聽懂 那沒有蔣介石是在做什麼 1950年 說你負 士行負士 這個根本就沒有任何法人 就直接又趴起來 我是總統 怎麼有人在做 世界上哪一個國家可以這樣搞的 突然站出來 我就是統統 憑什麼 你憑什麼 什麼 非復啊 彈琳 你去想看看蔣介石 在公開場合都做什麼 穿軍服 你想想看 他什麼時候有穿過 一些休閒服 西裝 你都請軍服 尤其是接見外國來賓 他就表示說他要反攻大陸 他跟共產黨勢不良力 騙你啦 不是啦 重點是告訴人家 我是軍事總督 我對台灣這塊島我沒有企圖 兩面手法 說這一套來騙台灣人 說那一套 真實的告訴全世界 那一套假的來騙台灣人 所以我們都被人家 我們都塞一些假的東西 1949年陳臣 陳臣不要聽 陳臣在台北舊子說 我們要讓台灣成為一個 復興中華民主的堡壘 來擔護復興中華民主的使命 來 1月5號 1月13號蔣介石去他講 告訴陳臣 台灣在日本對日合約未成立之前 不過是我國一個托管地帶性質 這都可以自己說的 我哪有白痴 對不對 在陽明山對文武百官講 父子的使命跟目的 然後我們結錄 我們的ROC到了去年 就已經隨著中國的淪陷滅亡了 我們都是亡國之名 我沒有加油天主 1950年 美國國務院 這打錯字了 找菲律賓 紀里諾總統 說願不願意接納蔣介石 跟他的官員到菲律賓流亡 1950年民國39年 你34年進來就看台灣官戶節 34年台灣官戶節 35年36年37年38年39年 你看4、5年的台灣官戶節 為什麼去菲律賓流亡 你不是說台灣是你爺爺 為什麼要去菲律賓流亡 台灣是不是中華民國的 還好我再講 哪哪都不知道有這些東西 哪有可能給你知道 這都要幫你敲 你才沒有給你知道 那你知道三天中華民國就滾蛋了 對不對 2758 2758 2758來了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台灣的合法權利 聯合國第2758號 現在下面換歌 你看 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組織 及其所屬的一切機構 所非法占據的席位 通通驅逐出去 你怎麼突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家已經承認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一個中國的唯一代表 因為他已經穩定那個證據 你蔣介石就踏出來 奇怪怎麼是蔣介石 怎麼不寫中華民國 為什麼寫蔣介石 中華民國早就亡國了 現在台灣治理當局 其實不是中華民國 只有蔣介石集團 跟他的後代 對不是中華民國 那是為什麼我剛剛三天節課 都講中華民國 因為我要講中華民國 你才知道我在講誰 對不對 對 因為大家都講他綽號 我就跟著講他綽號 其實他本名是什麼 現在才跟你講 大家都說他是阿三阿三阿三 我就跟著講阿三 其實他不是阿三 他的名叫做某某某 所以有時候先跟你一起講中華民國 其實不是蔣介石集團 來看這個 這是什麼人 像君虎 杜魯門總統說什麼 台灣地位 未定 將來是由美國決定 由美國決定 什麼在中華民國 艾森豪總統說 美麗大的佛摩莎 佛摩莎必須中立任何中國的內戰 無論國共還是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是美國的決決 所以要找美國就對了 當然卡特總統說什麼 中華民國所有國土 已經淪陷給中共統治 因此承認一個中國完全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實施所有中國國家主權 但是不涵蓋台灣 在說什麼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統治全中國 他就跟你講 不是台灣 你們不要搞錯了 不要把台灣放進來 你看 蔣介石都穿軍服 我不是總統 我不是這一塊土地的主人 我是軍事代管 我沒有野心 讓我繼續好好管下去 我真的沒有野心 你要全身這樣說 沒有野心 你又反共 很好 需要你 繼續留下來 美國就這樣說 我叫冠軍 請問台灣到底是誰的 來 選擇題 考一下選擇題 中華民國憲法上固有領土 中國神聖不可分領土 台灣人的台灣 單選副選 隨便你 你要選哪一個答案 一二 這可能是中國人 流浪難民也選一或二 我們選什麼 台灣人的台灣 不是啦 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我們是住在上面的子民而已 台灣人不擁有主權 不過有一個人說主權在民 什麼人說主權在民 孫中山 三民主義主權在民 主權在老百姓身上 只要老百姓決定了 就是可以了 我們大家來發 我們大家來公投 我要不要當美國人 大部分人都選擇當美國人 我們就當美國人 主權在民 等一下當日本人 好大部分人投票都說當日本 我們就變日本了 過幾天說澳洲也不錯 投票變澳洲人 主權在民 可以這樣嗎 主權真的有在民 不要亂報 來看第四點 舊金山和平條編 日本放棄台灣主權 台灣已經是無主地 沒有人的 這答案對嗎 外面畫獨立建國的說 因為台灣是沒有人的 你問那個獨立建國的 搞台灣台獨的 根據舊金山和約 日本已經放棄台灣 所以台灣是無主地 所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要這樣說 其實這個答案是 以上皆非 這四個都不對 台灣是誰的 日本天皇的 我們看一下日華台北條 台北和約 你知道嗎 中國人來了 日本也要簽和平條的 要簽舊金山條的 那順便要把台灣交代清楚 那因為台灣現在要 給中華民國代管 給蔣介石集團代管 那總要有個契約 你們家做家人 也是要有契約 對不對 買賣 或一些任何交易 都有契約 來 現在什麼 1952年 這個外交部長葉公超 在立法院解釋 台北合約第十條 他說 舊金山合約 並沒有規定 把這些島嶼歸完給中國 沒有 所以我們的歷史課本 兩岸的歷史課本 都不敢寫 舊金山合約 我們以前都沒有 戴上舊金山合約 戴舊金山合約 沒有 因為才不說 要規還給中國 他寫出來沒用 對不對 中華民國沒有台盆主權 只是管制 你們自己 夜公操公 不要說 台灣民政委亂講 不要說外面的媒體亂講 你們都拿那個亂講的當證據 不然你們自己人說什麼 自己講 那立法委員就是一個人說 那台灣和澎湖地位到底是什麼 他說 事實上這兩個地方正由我們控制 但是微妙的國際形勢 使它不屬於我們 你看看 不屬於我們中華民國的 日本沒有權利把台灣跟澎湖移轉給好 為什麼日本沒有權利 因為舊金山合約先生效 舊金山合約生效 日本天堂都要 拎掉了 因為他已經沒有權利了 既然沒有權利 你就沒有辦法把台灣澎湖 隨便給任何人 你已經沒有管理了 有些人做壞事緩緩 還是非法 詐騙 你的財產 要查封 財產被法院查封 那個財產可以再轉賣嗎 不行嘛 對呀 一樣意思嘛 那你知道 台灣澎湖會被查封起來 所以日本天堂就拎了 不能出聲 就算日本有這個意思 我們也不能接受 這是說什麼 夜公超公 夜公超不是你們國民黨 你們中華民國的人 1951年夜公超 中日和談條約紀錄 提到美國最愛大使藍清 在外交部告訴他 藍清告訴夜公超 在沿您任何方案史 貴方 你們都要避免 使用技術上的詞句 那暗示台灣 已經因為簽訂條約 而變成中國領土 你看 再三告誡 你不要學不會寫 寫說台灣是你們的 要不要說 關戶節喔 民國40年 已經進來幾年了 每年都要說台灣關戶節 你看他告訴你 你夜公超怎麼學不會說 這不是你們的東西 不要亂寫 來 你看 越來越精彩 今天來賺到了 中國人說 台灣應該獨立 找幾個人講 他應該獨立 這個人大家都知道 偉大的國父 支持台灣獨立 1925年 孫中山於台灣 在台灣的中國同胞 在台灣的中國同胞 搞獨立 為什麼 他要求台灣獨立 因為他知道 台灣 馬關條約一千之後 台灣跟中國 已經完全切割了 沒有任何關係 可是他又不爽 日本擁有台灣 你們搞獨立好了 你們搞獨立好了 這樣 所以其實一些台獨分子 其實都受到中國人的鼓吹 煽動 甚至金錢支援 表面這樣 台獨好了 愛台灣 其實只是讓台灣 永遠走不出去 你只要沒有回到 真正的祖國懷抱 人家不會把你當人看待 就是奴隸 藝族 要被人家蹂躏 如果台灣是你中國的 你怎麼不說 你怎麼不說我們要解救台灣 對不對 我們要派軍隊 把日本趕走 讓台灣人回到祖國懷抱 你怎麼不這樣說 你孫中上為什麼不這樣講 來 毛澤東 蔣介石也講 台灣獨立 毛澤東 爭取獨立 同樣用在台灣 蔣介石 台灣要恢復獨立自由 就用1936 1938 你看 你看 那都還沒來的時候 戰爭還沒結束 你看 都說台灣要獨立 你如果一開始就畫說 我們要爭取 關乎台灣 那不是說關乎台灣 解救台灣同胞 那你畫獨立 扶持多恩來 這都在說 這都有根據 自己回去找 你如果有那個心的話 你去找 是證明 毛澤東跟蔣介石 在每日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前 不敢有野心 他知道他是別人家的東西 中國的國力 軍力也不可能 把台灣拿下來 對不對 武力打輸人家 要用心理戰 對不對 你黑白黑洗 你黑白講 對不對 叫你畫獨立 結果現在 現在讓他接到了 讓他進來了 就說那個 那回到祖國台報 話都他們家講的 法院真的是 國民黨開的 大家也知道 知道還沒有他在請罷兵 算了啦 上班就好了 請罷兵 怎麼沒頭路 1949年1月19號 香港大公報 東京 來 1949年 民國38年 台灣現在還不是 中國正式領土 南京垮台之後 中國不能進入台灣 美國要協助台灣人獨立 或者提交給他們 為什麼要協助台灣人獨立 因為當時我們不會簽 簽和平條約 也不是很了解 台灣的真實地位 想說你們中國人都說 你們這裡都說要獨立 好 然後我就想說台灣獨立 所以其實很多人連這種麥克阿瑟也不是很了解 結果麥克阿瑟叫蔣介石騙掉了 蔣介石就很感謝他 所以台北有一個賣帥公路 我聽過嗎 賣帥公路 對 麥克阿瑟 感謝麥克阿瑟讓我進來 這條公路用你的名字 你又不要用他們的名字 191、1949年何仲設台北電 蔣介石如果台灣逃避中共爆呼 或在台設立流亡政務 流亡政務 佈紮東那些 他將在一個非正式屬於中國領土上進行活動 你看 不是中國領土 台灣不是中國領土 佈紮東那些1949年 不是已經台灣官戶了 所以台灣官戶只是在騙台灣島上的老百姓 台灣島上的老百姓都沒人知道 有來一定有人知道 沒有鬧228事件 死得這麼嚴重 都說大大死 沒死的知道也不敢說 對不對 誰敢講 家裡 家裡是誰要娶 上個老母下個老鄉 這黑白說 用大條的 點點就好了 就這樣 來 杜勒斯 1954年 民國43年 台灣主權問題上完結局 日本在合約 只是放棄對台灣的一切權利 與所有權 與所有權 在合約中 台本所有權歸屬 沒有做出決定 沒有 怎麼賣 怎麼看都不是你中國的 都不是你中華民國的 台灣不屬於中華 國籍法 我們回來看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國籍法 從1929年的開始實施 那當時當然沒有台灣澎湖 那當時剛才不會過來 可是2000年你過來了吧 2000年中華民國說過來了 重新修訂國籍法 也沒有把台灣居民納入 或集體規 或安排集體規劃 你的國籍法不死了 那為什麼我們是中華民國國民 有啊我們都有拿那一張 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其實我也很不願意 可是你又不可以不願意 因為外面的人都搞不清楚 你沒有提議清楚 你是要怎麼改毒 所以我們英國每條 你知道嗎 你如果說台灣四女的 你如果不可以改 2000年那也不改 他們都知道 中華民國那些人都知道 台灣人不知道 1947年 來1947年 執司憲法 這邊五五憲草的 民國25年 到現在來36年 固有疆域沒有包含台灣 結果來到台灣島開始修 修修修修修 1991年開始大修 修到2005年修了7次 請看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 中華民國領土固有疆域 可是從來沒有表決 要把台灣兵中華民國 你說中華民國的憲法領土 從來沒有寫到台灣 你如果說台灣島 已經回歸祖國懷抱 台灣已經關戶了 像中華民國的憲法 要不要把台灣島寫進去 當中華民國領土 馬英九你寫寫看啊 你寫啊 你不要嘴巴講啊 你要寫啊 他不敢寫啊 只有台灣人付出行動 台灣人 估計那三太主啊 背著三太子走天下的人啊 付出行動啊 全世界講啊 我們要讓中華民國繼續管啊 投票啊 跟全世界講啊 我們贊成中華民國在台灣辦選舉啊 你如果不就繼續管啊 外國人就這麼認為啊 你們付出行動了啊 你們願意讓他管了啊 我們就以前搞不清楚啊 也對啦 那現在開始不要了 現在開始不要了 你要了解你真正的地位 跟中華民國地位 根本就沒有唐山過台灣 對 是怎樣 我們看這個下角就好 因為時間有限 1874年 1874年 你給他想看看 1895年 割讓台灣 1874年 哇 十一年前耶 對啊 他要掛掉了 沈寶貞說 台灣因為渡台禁令 時事太久 開山浮帆找不到漢人 你知道說 多少唐山過台灣呢 沈寶貞就說沒有找不到人了 沒有可以用的 你看 台灣綿延千里 需要大量人力兵力來開灣 但是苦無找不到漢人 所以都那些貧府住的 原住民 高山住的 漢貨的 那都去了 漢話都變成說 我就是中國人 說我都從唐山過台灣來 亂講一通 1874年耶 滿清統治台灣212年 200多年 那最後十年耶 那你就說我已經200 212減10 假設200了 那時候已經來台灣200年了 竟然說找不到漢人 你只要說大量的漢人 從中國來 蔣介石大人都沒本 亂吹牛 你看這個大軍立地 是什麼 第225條 一切官員跟軍人 如有失智出海青山 或遺亡打外 有沒有 斬立決 那如果這 憲府官員如果 通舞弊 不選舉 也一樣斬立決 其他的 就連做法一堆 大家都要受署 你說這個還有多少人敢 敢 敢跨過台灣海峽 有啦 還是有人會來 對啦 你想看看 存什麼人會來 有錢人 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會來嗎 有需要冒這種險嗎 不是 那就是那些羅漢卡 那些坐姦犯科的 那些孤兒 沒有家裡 沒有其他死生 可能會來 可是問題是 他們怎麼來 真無分文 偷渡啊 那請問偷渡 可以偷渡多少人 大量的中國人跑過 大量偷渡喔 不要聽過 有大量偷渡的 有沒有 散到要死 人家散到要被擠下去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這都跳蚤啦 那些衣服 補了又補啦 日本台灣人在這裡 那些人說打敗仗啦 那些人說打勝仗啦 請問喔 請問中國 你們什麼時候 有利用一兵一組 或者一顆槍彈 打到台灣來 解救台灣同胞 趕走日本人 你是抓到的 那拔丟都壓對保 根本就沒有努力過的 別有用心啦 其實勢都在亂寫 你基本上你可以看 台灣學統 沈建德 乾隆二十三年 一七五八年 全部被釋信 都改用 漢氏 信氏 平埔族都改姓 平埔族 平埔族以前沒有姓氏 都改姓 所以全村都姓氏的 全村都姓氏的 你覺得 他們整村落的都是姓氏的 因為他們一起從中國大陸移民過來了 哪有可能 不要說以前不可能 現在不可能 整家族都移民到美國 你有遇過嗎 整家族移民到台灣來 很多人都騙的 都騙的 還有一個 來我們這裡寧馬力 寧馬力這次元旦要來 1月1號要來 過幾天 再半個月要來 我們留著不同血液 你說我們 百分之八十五九十 甚至更高 都是平埔族 高砂族的血緣 DNA 漢人的DNA很少 歷史可以亂寫 DNA怎麼亂寫 他用這個來找 他說利用這個母系寫 因為他細胞裡面有 歷腺體 有一個DNA 這DNA專門只遺傳給女性 男性不會遺傳 用這個 用這個女性來找 一路找往上找 我們都平埔族的 元旦他會來 請他來講講話 讓大家了解一下 不然你youtube去搜尋 某些演講 你也聽得出來 我沒說 我跟這裡就好 科學都證明了 我們不是中國人 你為什麼還要一天大人 抱著中華民國大腿 哪個中華民國大腿 就要贏贏 怪了 台灣人你搞不清楚你是誰 台灣人的祖先是不會下跪的 他是很高尚的貧輔族 只是很可惜 我們高尚歸高尚 我們就是很會忍耐 動得不動 才開始反抗 所以我們永遠都沒有自己的什麼 一個統治者 完全一直都沒有辦法 形成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我們沒有領導人 統一全台灣 因為我們說不需要 孤單孤單就好 把自己家管好就好 部落管好就好 所以我們的危險在這裡 來你看看一個歷史 簡大師 抗日失敗 你說日本人剛進來 台灣人也不接受 因為不要叫中國人通帝200萬年 馬上洗腦過了 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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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敗 跑到福建張州 結果被清國出賣 抓腦 送還給日本 簡大師說 我中國人 我要反抗一族 這樣一族要追殺我 我回到祖國懷抱 萬卿說不是 台灣已經不是我們的了 你是日本人 回去 回去 接受日本國的制裁 抓起來 台灣有問題 中國人跑第一 他不會管你的 中國人愛台灣 習近平愛台灣 江澤民愛台灣 胡錦濤愛台灣 愛台灣 愛台灣的資源 他不是愛台灣這塊土地 不是愛台灣人 要知道才好 吳伯雄 主宣論 吳伯雄 吳伯雄 你說你是客家人 其實客家人跟閩南人 那是怎麼吳 你研究歷史 政成功的傑作 正成功的部署 你們這幾個官員 跟正成功來的這些官職人員 你們都講客家話 那塊給你管 你教他們客家話 你客家人 我們講台語的 這塊給你管 你們都講台語的台語 是閩南人 台灣人就這樣被分了 其實都本土台灣人 有不少 他在親阿伯 二二八 有不少他親阿伯 二二八 去找大師 國民黨大師 氣師在彈水裡看 聽說他把底下這個割掉 躺著 氣質在彈水裡 他又有不少 你今年跟這個流氧陣 跟他吃肉 我看不起這個人 你是二二八 受難家屬 你現在抱他大腿 還抱那麼緊 瘋了 我聽說阿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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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驚靠日本人查到化妆成拉薄 然後就逃回中國 所以這些在台的中國人 都是來這裡領身水的 輸我們的火冠金而已 出事就心酸了 你還寄讓中國人解救你 這還要喊 你說 劉永福在戰爭中 不是化妆成老婦嗎 阿嬤浪棒嗎 結果又虛構 虛構說他群獲華山之際 把華山之際砸頭 華山之際就是 日本在台灣的第一任總督 屬實就娃娃好 他人家說他卻抓到砸頭 他要逃回中國 他怕被滿清政府處罰 就說我至少把華山之際砍了 說白菜 全都在說白菜 都要講說話 我們看這個 1945年CIA解密檔案 中國人說 當時民國三十四年走來對不對 剛跑來的 你看喔 剛跑來台灣的中國人 說什麼 中國人說要驅離六百萬本土台灣人 他說這些人肯定不是中國人 都趕在日本 他們都日本人 他們都日本人 台灣島要清空 讓我們中國人進駐 這應該說 所以我們是老爺 趕不吹 做老爺 所以浩波村 浩波村說我們是皇民後裔 有啊 肯定不是中國人啊 所以趕回日本啊 他就皇民後裔啊 他人聽不懂 二二八才的兄弟 其中 有不少他爺爺爺爺爺爺 一定是這幾個人搞得過嘛 有不少一點都沒有痛恨感 無悔無目視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來問個問題 日清交友戰爭 簽訂馬關條緣 清國皇帝 將台灣全島跟澎湖 永久割讓給日本天皇 來 是非題 交友戰爭 這有說嘛 請問對錯 來 答案是 錯 請問錯在哪裡 錯在全島 沒有台灣全島 只有這個 滿清 鄭成功 200多年 鄭成功來23年 滿清來213 212 加起來230幾年 230幾年 只統治台灣西半部 所以他從來沒有擁有全台灣主權 你中國人從來沒有擁有全台灣主權 憑什麼說台灣是你中國的 那你就好了嘛 心想要等騙 這隻 來看一下來 來看這個民政時期 鄭成功 我們剛才說什麼 鄭成功是民主英雄 鄭成功關乎台灣 我聽到沒有 哪有關乎台灣 這就是台南 鄭成功關乎台南 關乎台灣 對不對 也不對 鄭成功不是關乎台灣 鄭成功也不是關乎台南 答對 什麼叫關乎 曾經失去 後來又拿回來 請問鄭成功 什麼時候失去台灣 亂發 所以他就佔領台南 佔領台灣 其實也沒有全部 這裡而已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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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開墾 後來 各浪的時候 擁這塊而已 還有一些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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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什麼時候 中國人 什麼時候擁有全台灣 什麼時候 台灣是你的 是你台灣回到祖國懷抱 來看一下 杜勒斯 1951年 民國四十年 福爾摩殺在法理上 還是日本帝國一部分 1950年民國四十年 關乎台灣 關乎六年了 杜勒斯 杜勒斯現在 舊金山和平 兩條的黑人 日本帝國 賣花在台灣關乎節 來看一下兩分的公文 1896年1955年 1896 那就是1895 隔浪台灣 那些日本政府進來 來看一下日本現在什麼 那日本總督 那些公文 本島 什麼那些寺廟 公廟寺院保存 的一些公告 他說公廟寺院 等等其他的東西 都要給人家保存得好好的 不能人拆解 不能給人家拆解 要保存 所以 在台灣島 有很多 哇 這是什麼雍正時期的廟 這乾隆的廟 這當時的廟 有沒有 是怎麼都漏掉的 因為日本人沒有敲掉 他保有你的文化 其實也不是日本人 荷蘭人 西班牙人來 他們都跟我們文化都漏掉的 都還有創立 創立原住民的 那個新港文 幫我們創立文字 留下我們的語言 那在澳大 蔣介石 說我們收國語 蔣大語 罰一塊錢 你看這1955年 這個 上課來 你看 關於神社排榜鳥居 限售正住 就是說日本人留下來的建築物 日式建築物 他說被我中華文化跟民族 有深遠影響 通常要拆掉 所以你看 我們在台灣留下多少 日本建築 總共掉了 所以從這兩張公文就看出來 中國人跟日本人 差很大的 你看 改造我們的歷史 碧壇 這句的聖品 昭和12年 一人錄錄著 說變民國25年 沒見什麼 不知道 民國25年 你看 我們早就來了 你看 中華民國早就來了 那時候 哪有現在民國25年 我看這 這什麼 這扇 這扇 橫貫公路 橫貫公路 那些農民 退伍會那些農民 開招 橫貫公路 他們來光復台灣之後 開發橫貫公路 不然是什麼 這日本人 日本人 掛竹子母的 你怎麼撞到心 我跟你講 幾年前 阿扁還在當總統的時候 國中歷史課本 有寫到日本人 開發 中部橫貫公路 馬英九 上任之後 那幾個就拿掉了 我現在看我的 歷史課本 說我這邊開發橫貫公路 沒有了 至少 至少 純水扁那個時代 歷史課本 有寫這個 所以這張照片 不是造假 掛竹子母的 來這看看 這玉山 玉山最高峰 之前不是這塊石頭 是什麼 魚右刃 魚右刃 之前是這個 弄弄著 你看 插他們中國的東西 改造你的歷史 來Stay Now 自那人 跟日本人 我們來看看 日本也要台灣五十年了 中國人 鄭成功二十三 滿清二一三 中華民國又來七十年 到達三百多年 三百多年 台灣也不過這樣而已 可是日本人來之後 馬上把他們建設成現代國家 還可以什麼 還有什麼 辦世界博覽會 變成先進的國家 變成我們 我們台灣跟日本 合併成一個什麼 先進國家 至少在亞洲 第一名 為什麼不好 好像不是這樣子 好像不是這樣 都是中華民國學不會教的 好像不是這樣子 學生不是在上課打過嗎 小日本 我在做老師 我說對啊 大中國 大中國 大中國經常打輸小日本 不知道誰才是小 我就要怎麼說 我們就收這個行政命令 我們這樣改過 這不太清楚 就是說 國籍 變成中華民國的國籍 這都有歷史檔案 他把台灣人改換國籍 出來抗議 英國 美國 三次抗議 中華民國人說 方便管理 方便管管到現在 這一個方便 台灣人的腦袋 五個都抗議 來 艾登 1955年 台灣主權沒有移交給兩個中國 看到沒有 舊金山合約 1952年生效 1955年已經過了三年了 沒有移交給兩個中國 縱然目前流氧中國政權在台灣 這是什麼管理權 看到沒有 還說中華民國擁有台灣主權 中華民國已經是 台灣主權獨立國家 放屁 1960年美國最高法院 1960年 民國49年 時間武漢存五分鐘 自己看看就好了 這都選政府 這張 這張日本天皇的招書 開始實施明治憲法 這 這在下是中文翻譯 4月1號 所以4月1號不是愚人節 4月1號是行憲紀念日 中華民國行憲紀念日 不是 日本憲法在台灣的行憲紀念日 這說不定在日本天皇 根本在家裡 自己寫的根本就沒有對外宣布 對不對 說不定在根本是 沒有實施的 亂下 這什麼 這補爪 這補爪 喂 補爪 補爪都堪了 我說這造假的 都沒得到 當然沒得到 來這裡再得到 來問一下 來 1887年 台灣建神 將澎湖立屬在台南府 並有官兵駐守 還要實施日本大清憲法 他有一棟已經清國神聖國土 實施憲法就是神聖國土 這樣怎麼好 我們萬清國更早 對喔 這一題對還錯 為什麼錯 因為就是錯 因為他從來都沒有擁有全台灣 而且他把台灣老百姓 不當他的國民看待 他是來這裡方便管理榨取資源 他這裡是在做什麼 敢當 哪一個哪一個要反親負民的 都拿著頭 叫做成功怕對了 所以他現在來這裡 尷尬榨取資源 尷尬看什麼人 有在搞什麼反親負民的 都在搓搓搓 聽懂 還好 他沒有統治全台灣 不然真的 台灣真的中國神聖領土 麥克阿瑟 麥克阿瑟 有發佈命令 有沒有 一般命令第一號 這裡有誰 蔣介石委員 還有什麼 阿板洲 東北 蘇維埃 還有哪裡 通通分配占領 你看 怎麼現在蔣介石委員長投降 你中華民國說你是關乎台灣 這就像中華民國總統投降的 有沒有道理 直接向中華民國投降 向中華民國總統投降 現在蔣介石委員長 看出什麼眉目出來嗎 我們是沒有機會上電視 不然這裡都押押出去 台灣人就算沒有醒來 至少不會相信中華民國 對不對 因為這樣子 所以台灣就是你的 如果這樣滿洲國 去蘇聯佔領 那滿洲 東北三省是蘇聯的 來 中華民國國投出來 來 這蘇維埃的土地 對不對 如果這個可以通 如果台灣就是蔣介石的 那滿洲就是蘇聯的 共同防疫條約 這看起來時間不早 這個要跳了 不過這裡注意一下 1955年 艾森豪向美國國會提出 有沒有 沒有將金門馬祖 及其他能在國軍控制的大陸 原台包含在內 所以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指防疫誰 台灣跟澎湖 什麼金門馬祖沒有 金門馬祖是在中國的 這塊是我美國的 我當然美國保護我自己 這樣看出來 所以中華民國要台澎金 台澎是順沙冠的 金門馬祖是中華民國的 在這裡就好了 因為我們時間已經到了 其實投影片已經100點了 其實我今天已經算 講得很快 我還有超過50點的投影片 要再說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